我第一个说是 夏天的水果 不涂籽 第三个描述是 冰着吃更好吃 没籽的水果 不一定没籽 还不可以不用涂 最后一个描述是 这么一点 对 要不要剥开皮来吃的 同时回答 让他们同时 同时回答 一 二 三 可抱 可不包 对 可抱 可不包 家爷 你太狠了 怎么还有总结呢 对 因为我跟坤哥想到一块了 吃不吃皮 包不包皮吃 就是 个人的选择 个人选择 有人非常 对 这个水果有毛吗 没有 是圣女果吗 不是 是葡萄 是 不不不 这是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了 你们只能问三个问题 刚才谁说是了吧 才 这那个王财神 王财神人人太狡猾了 人太狡猾了 光剃 全称是打光的替身 光剃会在正式拍摄之前 替演员走位 让灯光更加符合要求 所以你那个陈坤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特别喜欢陈坤老师 所以呢 在电影《妖猫传》剧组筹备的时候 我去面试 表演了一段 坤哥在《龙门非家》里边 与花田的一段戏 从而呢 得到了剧组的这个工作 那红包是什么意思 可能观众朋友们是不了解 在我们剧组呢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演员在扮演戏中 被刺杀 谋杀 身亡 或者是牺牲的戏的时候 制片部门都会给我们一个红包 来讨个吉利 所以呢 我今天带了一大堆红包来 你要干什么 我想很自豪地说 我已经拿到了172个红包 这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也是证明他也是很有经验的演员 这至少 意味着他至少是演了172部戏 因为一个戏里应该只能死一次 皇上驾到 人生来了 不要让皇上知道我们的关系 别让皇上知道你是我的妹妹 妹妹 皇上驾到你 不是 人生来了 不是 见到皇上来还不愧 从现在开始我说话 你不准一句话都不准说 你只能用心理回答我 你开心吗在冷宫里面 我的快乐 灰灰烂的 你还不是谁给了谁的选择 停不下来了是吧 欧尚 你站起来 我最怀念的是 下雨的时候 皇上为我打伞 耶 你最喜欢看我跳伞舞 贵妃我不是说了不准说话吗 不准说话 你懂这个意思吗 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 在冷宫里面吗 我有一个秘密 当然可以讲了 我是皇上 就由你太疯了 就由你太疯了 过了这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打入冷宫吗 我昨天发现你一一一的叫 也没什么原因 我就先把你放到冷宫里面待会儿 现在你再跟正再叫两圈 您叫出旋律来吗 好 从现在开始 你恢复了 你今天又成了贵妃 拜拜 走 有请表演嘉宾 不要说 跳 跳 孤独的街 在眼云中浮现 多想拒绝 这苦涩的世界 灰色的天空 灰色的天空 怎能把脆弱 当作始终解脱 伤感的一幕 剧终而是我 无法去触摸 只有三场的落寞 有谁能告诉我 你是否爱过 也许这是结果 却为何如此的冷漠 你是否爱过我 你是否还执着 心痛的感觉 在眼前满眼寂寞的我 这是我第一次演的电视剧 好好看哦 这部戏 有陆毅 有洪雷哥 有周迅 有李小冉 还有廖凡 还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罗海琼等等 没变 19年了 对 所以呢 节目组让我唱歌的时候 好久没唱 我看了这首歌的时候好感动 算是一个记忆吧 这真的是值得一刷再刷 是的 真的太美好了 我真的看着这个剧照 然后再看到 陈坤我就感觉 就是你知道这些优秀的作品 就陪伴我们 然后记录我们最好的样子 所以做演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心里特别感动 做演员真的很幸福 对 然后再一抬头看到维加维真君 快点好吗 我李小后面还有行程要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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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